新學年正式開始囉 也就是說你的大腦這幾天大概有一點反應不良 無論如何現在迎接新學年並開始你的課程還為時未完 好的 現在讓我們給你一些絕妙的校園小訣竅吧 讀書是一門藝術 同時也有讓無聊的閱讀變得有趣的方法 我會畫線做重點 但不用說也知道這好像沒什麼效果 那是什麼螢光筆啊 我要傳授給你小知識囉蘇菲亞 拿像這樣的普通黃色螢光筆 然後在筆端染上其他的顏色 你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色調 瞧很簡單吧 試試看吧 哇 就像一道彩虹 為這無聊的內容賦予了新生命 是的 這支螢光筆完全擊敗了那支沒用的小筆 讀書突然不再那麼討厭了呢 來看看今天會需要哪些書 別忘了你的筆喔 什麼 今天有數學考試嗎 我怎麼會忘了這件事啊 我甚至沒有讀書啊怎麼辦啊 讓新學年好過些還得加把勁 等等OK棒可能會解決我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重要考試 就用OK棒來藏小操吧 只要確保小操比OK棒小就可以囉 在手指上貼好它確保沒有人看到 就用OK棒來拯救一切吧 好囉 我準備好上學了 第一個問題我就不會 好吧 現在是偷看我小幫手的好時機 喔耶 我記得這個公式了 快點 在老師看到前把OK棒包好 真是得心一手啊圍棋 嘿 誰過生日嗎 說到友情 你們真的是情意滿分 天 這些都是你吹的嗎艾咪 蘇菲亞困在無聊的小鉗筆任務中了 那東西把一切弄得很亂對吧 好喔艾咪 別吹得太用力 哇 有個暴走氣球 快看 哇 它掉在我這一疊鉗筆穴上了 你有沒有聽過意外的幸福呢 這個小意外要激發出個天才點子囉 若你也對鉗筆穴感到很煩惱 試著把謝勒的氣球放入小鉗筆集 你就不用擔心會弄亂囉 真聰明蘇菲亞 天啊 這考試真是贏得我食欲旺盛啊 啊哈 一點糖分真是我現在需要的 該從哪個開始吃呢 好吧 你們可以拿去啦 我不覺得可以忍到午餐 巧有更多美味的巧克力 一個女孩如何才能偷得一顆想用甜點的時光呢 等等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在你桌上放個文件夾並打開金屬環 拿個乾淨的套子放入金屬環中 也可以直接穿過去 現在把零食藏進乾淨的套中 這樣你有專屬秘密儲藏區囉 現在安全嗎 是時候享受秘密零食囉 沒什麼好看的 你們是不是該專行在功課上呢 真淡定啊莉莉 該給自己一個獎賞了 喔耶 就是這個味道 很熟悉的聲音 太陽出來囉 凱文該起床了 不 別按摊睡模式鈕啊 你得去上課 還有凱文正式開始了危險的 賴床模式了 他絕對起不來了 噓 凱文你得起床啊老兄 天啊真是一覺好眠啊 沒什麼能毀了起床時 清爽有精神的感覺 除非你發現睡過頭 錯過了前兩堂課 若我輕巧的溜進去 也許老師不會發現 差一點 我完全不懂老師說什麼 想知道如何做出改變嗎 我想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或許該重新掌握主權了 若你有個普通舊鬧鐘 你就根本無法按下 攤睡模式按鈕 拿堆圖釘 把它們在鬧鐘的按鈕上排好 用長膠帶貼好固定在上面 唉唷 但願這能有效囉 晚安凱文 凱文 注意圖釘啊 天啊 這還真的有用 哇 瞧今天誰第一個到學校 嘿凱文你在做什麼呢 怎麼了 很驚訝這麼早看到你 我比自己圍得更無聊 上過美術課的人都知道 畫出完美的圓形是必學過程 可惜這很需要耐心 畫得好老師 莉莉 你的圓怎麼樣了呢 糟糕 這可不是有自信的表情 哎呀 這圓距離完美還有段距離 抱歉莉莉 別緊張 一定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這誰有橡皮筋什麼的 喔 我可以用個莉莉的髮圈 如果你有幾支筆和條橡皮筋 便可以做出專屬的建議原規囉 只需兩支筆用橡皮筋或髮圈 把它們從上面竖在一起 拿第三支筆把它橫放在底部 它看著像大寫A 拿兩條橡皮筋 將第三支筆和前兩支竖在一起 別忘了另一邊 這樣就好囉 挺小巧的吧 現在你可以輕鬆畫圓囉 哇 真完美啊 你可以調整筆尖寬度 畫出不同大小的圓唷 嘿 髮圈都上哪了呢 我覺得這似乎是你做的 別生氣 看我畫出的圓形 每次都是你 是吧莉莉 坐在教室後面 總能讓你逃過很多事情 不代表在課堂上做課外活動 就不需要偷偷摸摸 這是在做什麼呢 抱歉老師 我只是把妝畫完 我馬上就把東西收起來 看來凱文沒被發現喔 他什麼也沒有懷疑 差點被發現 好囉 繼續玩遊戲 你是怎麼逃過一屆的啊凱文 我也想這樣 我不想一個人在這讀書 想擁有像凱文那樣的筆記本嗎 把化妝品 遊戲或任何東西放在中間 並畫出輪廓 現在把東西拿開 用刀沿著你畫的線割開 小心手指啊 取出中間部分 你就有了個秘密活動筆記本 大小剛剛好 現在你能在課堂上放心的化妝 很聰明對吧 快 老師朝那邊去了 現在是上眼影的好時機囉 看著真棒女孩 從我這邊學到的比老師那還多吧 喔 老師來了 淡定 嘿 老師 瞧我們在後面也很認真 哇 差點被發現 做壞事感覺很棒對吧 但還得用功啊各位 你們還有個考試呢 記得嗎 又是一場很難的數學考試 如果方程式不太難 壞掉的計算機可以讓一切變得更糟糕呢 蛤 這到底怎麼了 有沒有搞錯啊 昨天還能用啊 大概需要換新電池 我只需把它換掉 一切就會沒事 喔 不 我帶錯了電池的大小 怎麼會這樣 該怎麼辦啊 喔 很倒楣是吧 拉娜 喬莉莉拿的口香糖紙 你覺得那有用嗎 沛 把那個給我 若你也遇上了拉娜所遭遇的電池問題還是有救的 只要拿個鋁箔口香糖紙把它捏成一球 並確保鋁箔面朝外 把包裝紙連接著金屬線圈 放入電池 像抵著金屬線圈那樣抵著鋁箔 奇蹟出現了 耶 有電了各位 呼 我剛才真是超擔心的 天啊 一片口香糖救了你的考試 這些小訣竅有用嗎 休息一下好好享受這些超爆笑的幕後花絮雨吧 記得和你的同學分享這部影片 並訂閱1-3GO的YouTube頻道 以觀看更多有趣影片喔 學校見啦 朋友們 請問一下 您再多多多點 您是大門的影片 請問一下 您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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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請問一下